朋友兄弟我是有风 今天的话有风来教大家制作一个儿童睡前故事 这种睡前故事的话流量的话非常非常的猛 我随便收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560万的一个播放 这个视频150万的一个播放 这个视频160万的一个播放 这个视频1700万的一个播放 而且它四年传的 现在依然有非常高的一个播放量 儿童频道的话由于它流量非常的大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进来尝试一下 创造一个伸手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儿童故事 那我们确实需要花一些心思 当时今天的话有风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借助AI人工智能的力量 可以轻松帮助你创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儿童故事 AI的话它可以根据你提供的一些关键词 主题还有情节 生成一个丰富的 有想象力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大纲 如果你自己懒得动手的话 或者说想更快的获得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话 那本期视频的第二个方法的话可能会更适合你 我今天都会分享给大家 取得一个成功 需要耐心 还需要恒心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本期用到所有工具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你看千遍看完美遍 还不如跟着有风操作一遍 那我们首先来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来生成我们的儿童故事 肯定需要用一个掐GPT 我把这段提示给发送给GPT 我说假如你是一个拥有十年经验的一个儿童写作的一个作家 那请给我五个想法 那我也想写儿童故事 那接下来的话GPT的话会给我很多很多关于这种儿童故事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方向来制作相关的一个故事视频 我们有了故事想法以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下一步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一个工具 叫做Tini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我们可以往下面拿 这里面有很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找一下 它上面有视频工具图片工具 还有一些AI写作的工具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搜索一下 那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story故事 这里会出现一个故事的一个生成器 那我们点击一下它 把我们的主题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的话GPT的话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我们直接可以复制过来 比如说这个魔法图书馆的秘密 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 那如果上面的这些的话你不满意 那你可以下面继续叫它再生成一些 你也可以继续叫它帮你写 再给我一些想法 同样发给它 它又会给你一些新的想法 这里有一个魔法花园的一个秘密 还有月光下的冒险 失落的一个龙蛋 很多 我叫它帮我翻译成一个中文 叫它帮我翻译成一个英文 直接我把这个发送给它 它帮我发送了英文 我用第一个来吧 我复制一下它 第一个叫做魔法花园的一个秘密 我们来试一下 来到打开这个tiny wall 我们把这个主题的话粘贴进来 然后下面的话可以选择你想要生成的一个段落 你想生成两段三段那都没有问题 我们生成一个三段 我们点击一下这里有一个创建 那这里验证一下打个勾 好这个时候的话这个tiny wall的话 它就会根据我们左边的主题 帮我们来创建一个故事 好这个故事的话已经帮我们创建好了 非常好我们复制一下它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用到下一个AI工具 这个工具也叫做 artiflow 它里面的功能的话非常非常的 这里面的 它里面的功能也非常多 它可以帮我们创建一个 连续性的一个人物 第一步 比如说这里帮我们创建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人物 第二步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创建一些专业的一个场景 但是的话它的脸的话是一模一样的 它不会因为第二个场景 脸部的话是不会发生一个变化 第三步 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一个图片 直接转化成一个视频 功能非常非常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试一下 可以直接用它来生成一些电影感的一个视频 那都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话 因为我们是生成一个Eatom故事 这里有一个story的studio 我们点一下它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新的故事 然后这里生成故事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的话是用artiflow 就是这个平台的AI直接帮我们创建 第二个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故事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故事来生成 把我们的故事的话粘贴进来 因为我们刚才的话这边已经生成好了 把上面这个多的这种杠的话给去掉 上面的话选择我们的故事是artom的一个故事 这里一定要选一下 这里还有人物的一个角色名字 那你也可以来写一下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的话 我们可以问一下gpt 那我给它一个提示 也就是帮我描述一下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那我怎么做的呢 我复制 那我是这样的 我把描述一下故事中的一个人物 我们把这个语言复制一下 粘贴到它下面来发送给它 这个时候gpt它就可以帮我描述一下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名字叫做Lily 那后面的话大概的话 它给它介绍了一下 我们可以暂停了 Lily 我们复制一下它 回到这里粘贴到这里面来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女孩 这上面的话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可以直接把第一段的话复制一下 大概的话是对这个人物的一个背景 人物角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但是它上面 字数的话是有限的 我们不需要太多 它是一个勇敢漂亮的小女孩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复制一下它 粘贴进来 如果里面有多个角色的话 你也可以来生成一下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地方 创建就可以了 它每次的话最多2000字 最多的话每次可以生成2000字的一个故事 我们直接点击创建就行了 这里选择我们的一个比例 如果是在油管上面的话 我们建议就可以做这种横的视频 如果你想发布到抖音 发布到TikTok上面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个9B16没有问题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16B9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我们动画人物的一种风格 你可以选择3D 可以选择卡通 可以选择真实 可以选择这种动漫 都可以 我选我首先我先选这个3D吧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点击这个继续 这个时候Arteflow的话 它就在帮我们处理 这里的话因为它生成照片 需要一点时间 那可能需要一个3到5分钟 那我们这里先不等它 那接下来的话有风来教大家怎么样 更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来制作我们的一个视频 那方法的话其实和刚才的话有点类似 那么直接点击左边这里 这里选择一个Story Studio 我们还是选它 这次的话我们这里选择这个新的故事 你看刚才的话 这里真的帮我们生成 我们等一下来看 还是选择新的故事 这次我们就选择用它的A的话 直接来帮我们写 我们选择第一个 这里的话你给它一个主题 你想 这里它问你 你想写什么样的故事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故事是讲给谁听的 那你这里可以写一下 你讲给谁听 你讲给女朋友听 讲给男朋友听 讲给爸爸妈妈听 讲给小朋友听 你这里可以选一下 这里如果你看这里有六岁儿童 来自一个加拿大 你看这个地方都可以选一下 这个地方 当然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提示 粘贴到这个地方也可以 下面的话它也有一些案例 你创建这个故事的一个目的是干什么 教育啊还是介绍一些东西啊给他啊 给他啊都可以 比如说介绍意大利 把意大利的一些知识啊 介绍给我们这个小朋友 这里的话给的 给给他一个给谁一个惊喜 今天是他的生日啊等等等等 那你可以选啊 随便选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填也可以 那这里的话我随便选一个 我选这个讲给小朋友听的 你的故事类型你可以选一下 那我这里选择我一通故事 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择浪漫故事 科幻的一个故事啊 神秘的一个故事 历史的一个故事啊 都没有问题 那最后的话呢 你还可以告诉一下 你这个故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节 那如果没有你直接点击一个创建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可以来到我们的GPT 那刚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些 大开的一些情节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那比如说我换一个 我想写一个时间旅行的一个手表 比如说我想用这一段 我复制一下它 那我们需要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然后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啊 复制就可以了 粘贴进来点击创建故事 这地方的话它已经根据我们这个故事搭纲 给我们里面有一些人物的角色 给我们创建好了 比如说Lily 还有一个爷爷 还有一个Lily的一个朋友 他都描述了里面的一个角色的人物 然后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创建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上面的一个不满意 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啊 再试一次 我觉得可以点击这个开始创建 还是同学刚才一样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比例 那这次的话我们来选择一个Jubi私有 创建了一个短的视频来试一下 同样的话里面选择一个人物的一种风格 这次的话我选择这种动漫的这种风格 我选它点击一个创建继续 那这时候它又会处理 然后我可以 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回到我们刚才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这里的话 我们刚才第一个的已经生成到这一步了 那我们选择一下角色的一个长相 我点一下它 这里的话你可以 如果你对它刚刚帮你生成出来的这个形象 你不满意 那你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提示语 再点击这个按钮 叫它帮你重新生成一张图片就可以了 我觉得它这张还是可以了 我就先不改它了 我直接点击一个可以 这里的话再点击继续 那这个时候的话 Artflow的话它就会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提示语 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些照片 那这里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 这上面的话它会显示这个视频的长度 比如说1分13秒 刚开始的话你可以免费试用 那每一次生成的话 它会消耗一定的分数 那一分钟的话大概会消耗25分 它那里写的有 那我们来试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那刚才的话我们用它这个全自动的 帮我们写的 你看刚才它帮我分成了三个人物 这里你还在生成 我们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 那在它生成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价格 我们点击左边左下角这个按钮 那这里它有写写它的一个分数 我们点击这个learn more来看一下 那免费版本的话 每个月的话它有100的一个积分 那每次生成一段视频 它会消耗一定的积分 那这个月用完以后的话 下个月进来它又会变成一个100分 那如果说你想多尝试的话 你可以多注册几个账号 那都可以来多试几次 这里它写了一个大概的话 可以生成4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6美元的话 每个月的话可以有300的一个积分 20美金的话 每个月有1000的一个积分等等 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实习情况 那如果你要做这种儿童故事 那这个品这个网站的话 它不只可以创建一个儿童故事 它还可以帮我们制作一些电感的故事 那感谢小板了可以来试一下 那这里的话 我们刚才全自动的多个角色的话 你看它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这里有Lily Lily的爷爷 还有Lily的朋友 那我们点击这个继续 这时候的话我们两个的话 它都在帮我们处理 那这里的话它等一下生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它这里处理的可能需要 可能有点慢 好我们刚才的第一个故事的话 已经生成好了 那每一个场景的话 我们看一下 每一个场景它会帮我们生成两张照片 那你可以在里面的话 任意选择一张你喜欢的一个照片 左边的话这里有一个 它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提示语 那你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 比如说这是背景 那这个小女孩是干什么的 这里它的一个活动 你这里可以改一下它在做什么 后面的话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这里改一下 那如果你对它这个不满意 你可以改一下 那还有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旁白 当这张照片出现以后的话 它这里会有对应的一个旁白 那你可以在里手动改一下 那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后面的一个效果 那效果还是可以 它已经帮我们生成的非常好了 我们就不用改它了 那我们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导出就可以了 导出的话它会消耗一个31的一个积分 那我现在的话一共只有38了 因为我之前已经生成过一些积分了 那这里我们点一下Story Studio 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好的视频的话 都会显示在里面 那我们这个9比16的 它也正在帮我们生成 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生成好友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之前生成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击一下它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播放 效果还是可以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download 把这个视频下着下来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个视频 这个的话也是 有风之前生成好的一个动画片视频 我们可以点击来看一下 效果的话其实都还可以 这个的话是我们刚才生成好的一个 生成好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还没导出导出 直接点这个导出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是刚刚我们生成好的一个 9比16的一个视频 已经生成好了 改的方法一样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可以更改一下 这里改一下它说的话都没有问题 直接点击这个导出就行了 效果还是可以 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个download 把这个视频的话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它的一个选项 一个指下载视频 另外一个就是下载视频带字幕 我们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 视频制作好以后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上传到我们的一个油管就可以了 那非常简单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直接就可以上传进来了 那点击这个upload 那上传进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标题 那我们还需要一个描述 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不会 那我们可以交给AI的帮我们写一下 比如这个是我们的一个iPhone故事 那我这里正在上传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上面需要一个标题 那标题的话我们交给一个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GPT叫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标题 下下描述 还有标签 刚才的话 我刚才那个视频的话 我之前做的一个视频 叫做这个斯洛的一个龙蛋 我来到下面 好 我把这个提示发送给他 我说假如你现在是一名专业的 YouTube运营专家 请根据以下的内容 帮我声称出5个YouTube的一个标题 描述还有标签 以及对应的一个封面图片的比例的话 是16比9 接下来的话 GPT的话就会根据我 我这个提示以来帮我们生成标题 还有一个故事的一个描述 还有故事的标签 还有对应的一个图片 因为有风用的一个GPT的版本的话 是GPT4 GPT4的话 它可以直接生成图片 GPT的话 GPT4的会员的话 大概价格的话是在20美金 我们中国的银行卡的话 如果你来升级GPT的会员的话 是不行的 那你需要国外的一个卡 如果你没有国外的卡的话 那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 叫做 Wildcard 它可以帮你生成一张虚拟的一个信用卡 那它的开卡费用的话 是一年9.9美金 那感兴趣的小板 可以来这个网站注册一个 那有风会在视频下方 放上这个网站的一个链接 那还会给大家一个优惠码 那使用有风这个优惠码的话 可以帮你优惠2美元 你的开卡费用的话 会优惠2美元 直接点击右上角 登录注册就可以了 跟着它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台 后台的大家可以看到 它支持这个全球的一个付款 OpenAI 它可以 那你还可以用来购买Bjourney的一个会员 也可以 因为Bjourney的话 我们国内的卡的话 你也是买不了的 还有这个Cloud也可以 那比一些主流的一些国外的这些软件服务的话 你都可以 它还给了你一个海外的一个家庭网络 GPT一键升级等等 20美金太贵了 但是你也可以去合租 有风也会在视频下方 放了一个GPT4的一个合租的按钮 那你们可以去合租感受一下 合租的话便宜点几十块钱一个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它我们回到正题 那我们继续来到我们这个一本 它刚才没帮我们写完 我们继续点击这个继续生成 好它下面已经帮我们标题描述啊 标签都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但是的话封面图没有生成出来 我叫它帮我们上面 把上面 1到5的对应的封面图片生成出来 我发送给它 这个时候它正在帮我们创建图片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里面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标题 我们来复制一下回到我们的后台 然后把我们的标题的话粘贴进来 那如果你是做英文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这个DEP 把它直接翻译就可以了 翻译过来 你把这个标题的名字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英文的那个频道 英文频道的话 它的一个广告费的话 它会更高一些 下面的话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描述 描述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翻译 当然GPD也可以翻译 也没有问题 我们用翻译软件翻译也行 粘贴进来 这里的话有封面图 下面的话这里还有一些标签 这个地方标签 标签的话 它刚才的话也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这些标签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这个标签有一个是龙蛋 直接粘贴就可能 以此类推 你把所有这些标签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这些的话都非常非常简单 主要的话就是这个封面图可能要花些时间 你要去构思一下上面封面图上面显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GPT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照片 这就是GPT帮我们生成的照片 这里有个龙蛋还是很有意思 它帮我们生成了五张 这张也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鸟飞在空中 我觉得这张可以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下载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油管后台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上传这个封面图 发布到油管里面就可以了 整个流程的话 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希望的话 有风今天分享 对你有所帮助 对你有所启发 本期用到所有的工具链接的话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感谢小伴 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